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欢迎收看这一节的五间总结 我是林梓彤 这个环市和大家看一看内地和本国股市中午收市的情况 内地股市普遍向上 湖深300指数升幅2% 半日升60点上来3585点 上证重指升大约1.5% 升45点2904点 重上2900点流上 深淨成分指数升154点9468点 创业板指数升12点1633点 港股这方面都不弱 恒指半日升419点上来 升幅1.5% 28676点 国企指数半日升281点 升幅2.6% 而跑人恒指 中午收报110012点 大市半日成交552亿多 这个环节请来Jason 我们谈谈 Jason 你好 Jason 你好 今早早 虽然人民币再急跌 但因为阿爷出手 谷过经济之后 见到A股和港股都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看起来A股 其实成交都显著增加了 港股这一阵 可否藉着阿爷这次出手 再去29000流上的水平呢 今次最新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所以说明了 这些说话 所用的措辞 都给人有一个感觉 到下半年 无论在货币政策上 或者财政政策上 都有一个放松的空间 譬如在货币政策上 今次在会议上 都没有再用到 之前很流行的一个Term 叫管住货币供应集援 这一个措辞 代表着 觉得在未来的日子 可能整体的货币供应方面 就会较今年上半年来说 为之增加 另外在财政政策上 也是提到的 都会确保一些 在建的工程项目 会继续有足够的资金 来支持他们的建设 还有都是鼓励 地方政府的专项债 说万几亿方面 接下来会积极地去发行 来推动更加多 一些基建的项目来上马 所以这些暗说话 其实很久都没什么听过 过去年几两年 不断说政策方面 出台的那些措施 绝大部分都是说去杠杆 或者要控制地方政府的债务等等 但是今次所说的 这些言论 或者所提到的一些措施方面 都似乎就跟之前去杠杆 或者控制债务等等的方向 是有些不同的 所以都令大家有个主观的愿望 就是说会不会代表着 之前不断说要缩那个货币供应 或者都希望是要控制债务 在未来的日子就会有一个 另一番的景象 可以在财政政策上面 会加大力度 推多一些的基建 所以这些因素都令到大家会有个信心 就是说下半年国内的经济 特别就是说在投资的部分 未必说真的做得太差 同时间也都是 看到内地的A股当然是升 另外北水方面 其实过去两天 来香港数货方面的量 是明显增加了的 就是前日方面数了整四十几亿 昨天方面都有整接近二十亿 那就是代表着内地一些资金 都似乎是预先有个偷步炒作 或者你看到昨天 基本上看到那些基建股 都已经是出先弹了上来 和一些银行相关的股份 也都是弹了上来 那我都相信 如果你说在未来的那个会议召开 或者讲的那个政策方向 真的好像刚刚我们说的 是一个明显偏松的讯号 那对于这一阵的港股来说 会有一个更加大的反弹动力 那初步暂时看回恒指 比较明显的初步阻力 都是两万九千点的 那如果你说 现在能够是升穿这些位置 那我相信再转一步上行的空间 是有机会再往上去两万九千五楼上的 嗯 好了 但之前中央就四万一谷经济 但是这次的放松 会不会好像以往这么大规模 又看回今天很多一些基建 或者相关的股份 一些钢材水泥的股份 全部都是这样炒上去 现在又能追不追得过呢 这些板块就特别说一些基建铁路 相关的股份 就很久没见过一段这么凌厉的升程 或者昨天个别都升了 接近7-10% 今天也都说调及高开之余 就再看到升幅是不断扩大 是 到现在这一刻都靠着高位那边走的 看到那三个 就是中铁、中铁建、中交建 升幅都挨近一成这么多 我自己都好像刚刚说 始终说现在内地财政政策 会不会有个比较明显的转向 未来会不会投放更多的资金 或者鼓励地方政府 继续发行那些债务 来谷一些铁路、公路 或者市政项目那类的基建 这个对于市场来说 当然是有憧憬的 因为毕竟过去几个星期 都听到有很多传闻 就说央行和财政部那边 都咬得挺紧 央行都不断批评 货币政策是宽松了的 但是财政那边 就似乎没有配合到 这次国务院出声 希望都支持财政政策 未来减税之余 又要再去推动这些政府开支 我都相信 就是这一类型的基建相关的股份 去到下半年 如无以外就说新签的订单 应该进一步是可以增加 其实如果你看回个别一些基建股 例如中铁建 刚刚公布了第二季到新签订单 或新签合约方面 其实那个增长都已经是给第一季有个改善 特别就是在铁路的工程项目上面 就是只说第二季去按念的增长 都有成五成多 这个增幅都很久没见过 所以如果你说下半年 我看到这一类型的铁路项目 是进一步加速去到动工 或者很多项目之前放下了 然后是要重新去审批的话 这一类型的股份 以他们现时的股值 都觉得是还有个投资的价值在 所以如果你问我的话 这类型的基建股 虽然连续升了两天比较多一点 但是未来 如果以三个月的投资期 我相信还有一个高位会见 还有潜在汇报 我觉得都是挺吸引的 好啊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会不会现在迫一迫这个板块 另外今天升一多 除了铁路基建股之外 就是优泰科技也要讲一讲 下午收市升成四成三上来 今天都是今天的高位 6.5号班 看回为什么会升得这么多呢 就是因为公司说 今个月就拿到两家中国智能手机品牌的一些订单 分别是一些3D的结构光模组 以及一些指纹识别模组的一些采购订单 所以今天有个憧憬 公司的业务会不会可以得到很大的发展 所以这样标上去 但是看回大摩的那份报告 仍然是维持一个减持的评级 目标价虽然有得升 3.5元升到5元 但仍然是比现价为之低的 邱泰 今次这个消息是否这么利好 会不会炒过聋呢 另一个叫做初步的利好消息 因为始终这间公司之前被人的感觉 就好像很多东西都做不了 譬如市占率又不断被其他公司蚕食 接着它那个高像素的镜头出货量的占比 也都不断降低 再加上没多久之前又调整了刑警 今年上半年要产钱等等 都令到股价是一层白彩 跌到相当低的水平 基本上很多的基金 很多投资者 对它完全是绝望 没有信心 所以你说今次它有少少好消息 出到来 当然是有些支撑的 特别如果你说到 3D那边的歌学模组 能够可以做到一个量产 兼收到一些大的订单 对于市场来说会有些信心 但是至于你说这一类型的产品 未来的日子 它是不是真的可以一枝独秀呢 就是说其他的竞争对手 会不会都有同样的技术 一样都是研发相关的产品 那未来竞争之下 优态未必说会真的有太大的优势呢 所以在这一个情况下 我对它的股价都仍有些保留 即使你说短线里面它再有机会弹高一点也好 但是是不是就等于它在过去的一两年 一个相对比较远一点的营运 又或者它整体的财务的表现 都比较差一点的时间 是不是说就完全是没有影响呢 这个我不同意 所以这一阵的上升 我只是会视作一个叫做 叫做之前急跌之后的反弹 纯粹是借一些相对是比较是个别的利好消息 来支撑股价 那如果你说未来真的要明显转使呢 那我相信它未来来说 要有更加多的数据 就是自己问 每个月的出货量数据 真的见到有个明显的改善呢 那我才会投回去一个信心的一票 好啊 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Jason的建议 Jason有没有持有上述提及的股份呢 没有持有的 好啊 麻烦谢Jason详细的分析 稍后回来还有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回来再见